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么多年来 每逢过年过节或是家庭聚会 餐桌上都会有一种食物 那就是黄面嬷嬷 而这个嬷嬷 她一做就是55年 黄面嬷嬷的背后 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有请 您好 欢迎您 来 请坐 您还是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您自己 怎么称呼您 从哪来 好吗 好的 我从河南安阳来 我叫刘玉玲 今年72岁 我找我的同学 白木云 同学 小学同学 中学同学 小学同学 她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 我是1956年 转学到郑州市农药厂小学 二年级 当时我来到这以后 就是我这个小伙伴 就是我的同桌同学 这个女孩子长得很可爱 圆圆的眼睛 圆圆的脸 圆圆的鼻子 圆圆的嘴巴 就像一个洋娃娃一样 非常可爱 您的同学救了您一家 对 这话从哪说起啊 这要说就要从我父亲那一块说起 我父亲是北京石油公司的一名工人 1951年北京城市改造 然后我的父亲就是在1951年 分配到郑州石油公司 我父亲就是一名汽车司机 长年就是出差在外 长着就是说十天半个月 短的就是说今天走明天回来 突然有一天走了之后再没回来 快一个月了也没有信 那时候交通也不方便 也没有电话 就我妈妈非常着急 我们就到了我爸爸公司问 单位发了电报 发到对方 对方说没见到这个人 我爸爸每个月的工资 就那几十块钱 我只没八个 我家的生活全指望我爸那点工资 这爸爸不回来 我家的生活就跌到了谷底 当时妈妈有工作吗 妈妈没工作 她就是个家庭妇女 等于加上妈妈九口人 对 爸爸一吃脸 家里九口人全都没有饭吃了 是 从那以后 就是我妈妈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拿着一个碗 去邻居家 借点面回来 给我们和点面糊糊喝 如果借不到面 这一天我们 怎么几个都要饿着 都有几次半夜睡不着 我醒来之后 我看妈妈在煤油灯下掉泪 我说妈 我饿 我弟弟妹妹听到说饿 也都起来说 妈 我饿 家里啥都没有 这就给我们喝了点盐水 让我们每人喝上一口 这饿到最严重的时候 刚才您说了就是喝盐水 对 还能吃点啥呢 借不来面了 借不来面了就饿着 我妈妈还要去想办法捡 结果这一天早上我妈又走了 就一直没回来 我弟弟妹妹一直吵着饿 我说你们不要闹 不要哭 我去给你找妈妈 我出来之后 这时我就看见那树上 那个槐树 我就爬到树上 我就摘了满满两兜 回来以后一煮 让弟弟妹妹吃 弟弟妹妹都很听话 就把这吃完以后睡了 但是我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槐树也不能吃 这不能吃 这是有毒的 对呀 吃坏了回头 对 我那时候我不知道 第二天起来 我们就空着肚子去上学 就在这个时候 白木鱼 可见操了一会儿 他拿了一个黑黑的东西 再吃 我听到给那啃 啃 我还以为是个石头 是个砖的 他说就是花生饼 花生饼 就给了我一块 他给我之后 我就拿住它去咬 一咬 割着我的牙 他就笑话我 他说你傻不傻 不是那样吃的 用牙一点一点割 然后就慢慢地割下来 一点割下一点 吃着很香 这时候我都想到弟弟妹妹 放到我的包里 这个木鱼呢 看到之后 他又从他包里 又拿出来两块给了我 放学之后 我就拿回家给我妈妈 就从那以后 隔三差五了 我就从学白木鱼 就给我带点吃的 自从认识了白木鱼之后 我都觉着 我这个小姐妹 对我特别亲近 特别贴心 而且从那以后 她时不常地 给我带点吃的 像那黄窝头啊 平常吧 就是说 隔三差五了 我妈妈去公司 就想着借点钱 然后也不能说 光到邻居家 我们那一块 就我们十几户人家 你总是去借 那时候人的粮食都有限 人家也不富裕 不富裕 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口粮 都是定量的 每个人三周岁以上 就是十八斤粮食 每个月十八斤 这妈妈这时候想了 你看钱也拿不来 粮食也借不来 这没办法 她突然想开 我的同学白沐游 她就跟我说 铃啊 你看看是不是 给沐游家收了 让她先借给咱点玉米面 他们家不是石油公司的 她不是 她就是说 我们当地呢 有地 人家可以种粮食 还可以种菜 我就给沐游一说 沐游就领着我去她家 到家之后 我说阿姨 我妈妈说 让你们先借给我点黄面 然后到月底之后 我妈妈说 给你们二十斤大米 当时阿姨什么话也没说 就有点进了一个小房子里 那时候我不懂 我不知道那是个墨房 然后叔叔给阿姨 他俩就在那儿 一个两个大石头 下面一个 上面一个 叔叔阿姨在那儿一直推 这就推到将近半夜的时候 这个粮食整好了 然后阿姨就叫我和沐游 我们一起 这晚上给我家送去 阿姨拉着车 我和沐游 我们两个一边一个 当我走到我们家 楼头了一会儿 然后就看到我妈了 我妈 妈我回来了 我妈妈一听到我的叫声 就去迎我 一看当时那个场面 沐游妈妈拉着个架子 车上 一车粮食 车粮食 又是菜 又是粮食 哎呦 当时我妈就跪到下面 她说姐呀 我不知道该咋感谢你 当时阿姨就说 肿了肿了 起来吧 记住 以后又是就找打劫 当时我妈就抱住 阿姨就在一直哭 就从那天起 我家里也能吃饱饭了 这送来的是救命的粮食和菜 而且不是一点 是一车 就从那个沐游妈妈 给我们送了粮食之后 而且她送了不是一次 她又送了很多次 我们两家就成了一家人 比一家人还亲 所以说我妈妈心里 一直很不好受啊 都是咱跟人家 没亲没故了 所以我妈妈心里 一直想咋样去感谢人家 但是那个时候 确实无能为力 对 一直到有一天 我领着弟弟妹妹 在门口玩 我不意中看见 前面过来个人 像是我的爸爸 这过了多久了 都过了七个多月 就是我妈从房间里走出来 结果一看就是我爸 她蹬了一会儿以后 就跑上去 又是打又是挠又是说了 你去哪儿了 对 爸爸去哪儿了 我爸爸说 我出车祸了 爸爸瘸着个腿 这个胳膊还不能往下放 他说他出车祸了 那时候就是说 根本跟医院啥 好像没这个概念 当时就是说 在那个村边有个老两口 就爸爸救了 大半年了嘛 一直到我爸爸能下地 这就是他着急回家 他说我已经这么长时间 没回家 家里不知道成了什么样子了 这是老两口在屋里边 我爸爸就问 你这一段日子怎么过 你们怎么过的娘几个 我妈就把沐游妈妈送粮食的事 一说 我爸爸非常感动 第二天我爸爸和我妈 我们三个就去了沐游家 这爸爸买了点心 从外边带了有月饼 有蛋糕 还有果汁 大米 然后我们一块去了沐游家 就刚走到村口 我爸爸妈妈就从车上下来 一下子还对着村口袋 一直磕头 一直磕头 两个人在这一直磕头 头都磕出血了 因为那时候没有柏油路 全是土路 这个头磕了 等抬起头的时候 在头上连血 在那个黄土 我这永生永世 我忘不了那一场 这时候有一个阿姨 她认识我 就把沐游爸爸妈妈叫来 沐游爸爸妈妈 叔叔阿姨一过来 我爸爸当时上去就抱着 老哥哥 你让我说什么呀 你这样帮助我家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就是我的亲哥哥 从那以后我们两家人 就很亲密 就像一家人一样 从那以后 我爸爸只要是一出差回来 不往家走也要往 他哥哥那去 每次从外边回来 都要给他带点东西 带点礼物 就是有一次 我爸爸从这个山东回来 拿出来一块月饼 一个月饼就那么大 切了三刀 我们一小六 然后当时我看到以后 我第一个都想到 沐游平常给我握我头 有了这块月饼 到学校之后 我就给了这个沐游 后来61年 我家搬家了 搬到市区 这到市区了 这也没耽误着 我爸爸每天往沐游家去 哥俩去唠唠壳 喝个小酒 这一直持续到 这我爸爸去世 爸爸去世之后 我妈妈身体也不好 就这样 失去了联系 那不是应该知道 他们家的地址吗 就是我爸爸不在了 我妈妈身体不好 腿脚也不好 平常走动的时候 都是把我爸爸 有时候开车去 我71年 我就去安阳当工人了 我当工人之后 就很少回家 就两家就很少联系 77年那会儿 我出差到郑州 然后妈妈就 还想着 给他老姐姐老哥哥 见您的 妈妈您放心 我先去看 完了事以后 我改天带你去 然后我就去找沐游 结果这不找还好 这一找我新娘了 去了之后 那个大边样了 原先他家那个村庄 旁边就是在那飞机场 然后这家就是他家 他这个村庄 周边都是他家的地 结果这一去 飞机场扩大了 然后还高架桥 然后旁边都盖了高楼 我去哪找 全都建成新的 一些什么地方了 是 他们肯定也都 拆迁到别的地方去了 从那以后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但是我还不甘心 回到家我也不敢给妈妈说 找不到 然后我就一直 找借口 我托同学找 托朋友找 一直找到今天 也没找到 一到过年过节 妈妈就会念叨 木游 你姐姐 你木游妈妈 现在不知道日子怎么样 怎么过 每当吃月饼 我就想起来 我妈妈一切三刀 那时候木游姐在 就是阿姨在 我一定会第一个 先给她吃 有一次 我妹妹打电话 说姐 你赶快回来 结果等我回到家之后 敲门啊 怎么也敲不开 这个时候就说 我楼下四楼 红衣 她出来了 我妈呢 她说你妈在医院 就把我带到人民医院 当我看到我妈妈那一会儿 妈妈嘴鼻子上插住管 哎呦 我妈妈听到我的声音 就看看我 张张嘴 灵啊 记住 无论如何 要想尽办法 要找到咱那恩人 找到白木游 找到她一家 再替我说声谢谢 这就是我妈妈临终的心愿 妈妈到临终都没见到 这就是说最大的遗憾 所以说我也想在这个 我的有生之年 我也想给我的老姐姐 再见上一面 这算算有多少年了 这55年了 55年了 您没见过白木游了 没有 一直想她 是 现在的日子都好过了 我每当去买菜 我看到那个黄窝窝头 我就想到木游 拿着窝窝头给我 我领着我家孩子去超市 我看到那个花生饼 我马上想到木游 拿着那个大硬砖头 给我让我啃 我们大家一块儿 给刘阿姨鼓鼓掌 送给她一个祝福 希望今天在这儿 能够圆她这个梦 好吗 来 阿姨 咱往前走 咱呀 先抬头看看大屏幕 看看我们寻人团 怎么帮您找白木游的 好吗 请看 刘玉玲 大姐 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希悦 您在等着我中媒体平台上 发布的寻人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 白木云她曾经生活在 河南郑州 1964年的时候 和你们失去了联系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 等着我的微博 微信等寻人平台 为你们发布了信息 信息发布之后 很快有一位热心网友 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会联系她 进行进一步的询问和查找 您是哪一年搬到这里的呢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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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之前见过白木云吗 您认识她吗 加油 跟着我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好 刘阿姨 现在请您走向希望之门 如果真能见到木云 我要给这个老姐姐 睡睡觉 让我们两家的感情 能继续 陆云啊 55年了 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 为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开门 无论如何 要想尽办法 要找到咱们 要找到咱们跟着 找到白木云 找到她一家 再替我说声谢谢 这就是我妈妈临终的心愿 我妈妈妈的感情 我妈妈的感情 都在想着你 都在想着你 尤其有什么事 我妈妈的感情 她真的要找到咱们 听到咱们 看着你了 我妈妈妈的感情 我妈妈妈的感情 就是我妈妈妈的感情 你还有一个感情 中文字幕——YK 娃娃 你的眼睛 我的好心意是有用的 你看她还是小时候的模样 小时候模样 圆圆的脸 小小的眼 小小的鼻子 小嘴巴 白阿姨是生活在河南郑州 其实这么多年 她肯定也特别地想您 不光是她想 她的母亲也很想您 但是母亲是在07年的时候走的 走之前其实甚至 还在念叨你们一家 怕她还是宰个一千样 过不下去 现在都说成功调整都好了 你别担心了 那一想了她呢 生活都太难了 所以说这真的是 我觉得要说今天是找恩人 更不如说是找亲人 我相信两位老姐妹 相聚以后 未来越活越年轻 生活就更加幸福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 阿姨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叫你们谢谢 谢谢大家 一车两时 一戴面 被记挂了55年的恩情 连接的两家人 两代人的身后友谊 刘玉玲和白沐云 在古西之年的团聚 更是千千万万 最普通的伦理之间的情意缩影 我们祝福两位老人 身体健康 晚年幸福 更加期盼这段 跨越55年的身后友谊 永久延续下去 找苗屏幕二维码 关注等着我央视频官方账号 暖心内容不错过 首席在线看直播 加油喜事就和金事元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由金事元九夜 独家广名播出的 公益巡人节目等着我 我们继续有请 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呢 叫曾黄华 今年29岁 来自福建莆田 他呀是在一家烧烤店 做后厨的工作 这个小伙子呀 是在我们所有的求助者中 比较特别的一位 告诉你一下 你明天就可以录制了 真的 真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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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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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泼 开朗 率真 是她的代名词 平常一直乐观顽皮的她 每当提及母亲的时候 就会潸然泪下 我来找我妈妈 我还给我妈妈做了两句诗 因为我妈妈在我心中 像仙女一样 给她做了两句诗 长发飘飘 荡鞦韆 身着白衣 胜七仙 因为我觉得说 天上的七仙你是最漂亮的 所以说她在我生命里 就是一切是我的唯一 在小曾的记忆里呢 她只见过爸爸两次 都是在监狱里 所以啊 爸爸对于她来说 是一个陌生的面孔 妈妈呢 为了养活孩子 所以常年在外打工 小曾呢 就被送到姥姥 老爷家上学 妈妈会定期带着礼物 回来看她 而每次呢 都是她跑到车站 去接妈妈回家 当时下着小雨 天下着毛毛雨 而且当时那是土路 就很多那种水坑 一不小心你就会摔倒 而且我身上呢 也是穿了 从头到脚 全是新的 那时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就在回家的路上 我妈妈就背着我 就 我就趴在我妈妈的背上 那时候真的 那感觉是 特别温暖 而且那时候我基本 脑子里就是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那是 最后一次见我妈妈 小曾上二年级那一年 他呀像往常一样 放学回家 就跑到车站去等妈妈 这时啊 老爷家的一个邻居 君儿叔叔 就过来跟他搭话 得知呢 他是要等妈妈 这叔叔就说呀 我可以带你去见妈妈 跟我走吧 因为是经常见面的邻居嘛 所以小曾呢 就放下了戒备 和这个叔叔一起 上了大巴车 那一年 被拐走的小曾 只有八岁 到了一个岛上 就离莆田市 市区非常远 就很偏僻 当时我上去 我就直接就慌了 刚刚落岛的时候 我就想跑 但是人太多了 没法跑 而且我地形完全不熟悉 基本上每次跑 每次都被他们撞 因为那个圈子很小 基本上都是他们亲戚 或者熟人 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 那时候是快路冬了 天也挺冷的 我想着 因为我们当时是 坐公交车过来的吧 大巴车 我想着有没有这个 可能跟着这个大巴车后面 我能不能走出去 那时候是早上的六点半 第一班车会出发 我就跟着他后面 走到最后 我走到一个码头上面 到晚上能怎么办 先找个地方先睡吧 我一看到码头前面 有那种捕鱼的渔望 有很多吗 我想着 先起来 我在下面就是稍微的 度一个晚上 但是我没想到那天 就忽然在海边风很大 就不像在那个房子里面 在那边躺着的时候 真的全身就是收在起的 那时候又老又饿 很难受 当时我想着 如果那时候我没跑 我在我妈妈的怀抱里 我妈妈从背后抱着我 我从小跟我妈在一起 什么话呢 她一般都是摟着我睡觉的 那一刻我特别像我妈妈 走得很远 走得很远 走了一天 在那边睡到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往回走 走到他们家 我到家门口 他就把我带起来 就问我 这么久去哪了 我根本不跟男朋友 不会跟他说我 我去找我妈妈 我就不说话 那时候心里很倔疆 南方就养父嘛 去外面找了那种 巴勒苏的树枝 上面没有剔干 那些小树枝 就打在身上 但是那些很疼 那时候我就不哭 你们想让我哭 我就不哭给你们看 别说我妈 我爷爷奶奶老老爷 没一个人打过我 那一刻真的 是我印象以来第一次被打 我这一辈子没办法接 说如果我在家里 好好地做一个乖孩子 也不至于 吃那么多苦 在那边一待就待了三年 三年成将上次的跑 没成功 一跑一过一次 这个只有八岁的小男孩 没有因为被打 而停止他心中的想法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往外跑 只为能回到妈妈身边 那时候我自己想到 贵州 虽然说 我没在那边生活有多久 但是这个环境是我非常熟悉的 我过去肯定能找到我妈妈 肯定能找到我的家 当时在火车上做了一天一夜 到了贵州之后也是晚上八点多了 天亮的时候我就准备去找了吧 我就发现 这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想着找一些 我以前经常玩的 比如说我那个以前 我妈妈的那个亲戚这边 那边有个叫草阳洞的 我就过去找 但是让我过去找的时候 我第一眼 没走多久我就看到那个草阳洞了 直接就跑上去 翻过那个围墙 那火车到底是围墙保护吗 翻过去一看 没有 连房子都没有 但是我心里就有点开始方方了 我甚至怀疑说 我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完全都是天翻地覆 跟我想象里面差别太大了 我认为说我一回家 只要回到贵州火车上 我立刻就能找到家 找不到我妈妈 我最起码能找到我老的老一家 那这变化给我的太大打击了 十七岁的小曾 终于千里迢迢回到了梦中的家乡 但是他却发现 那里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 从十三岁辍学 他就开始一个人生活 他曾经去过上海 山西 海南 湖南 江苏 贵州等十几个地方 做过了服务员 保洁员 厨师 甚至他跑过磨码 维持温暖 但是小曾始终坚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找到妈妈 一次次地往外跑 一次次地一无所获 直到有一天他感到精疲力尽 曾经去年我就发生了一个事 在那之后我就想过放弃 去年我回去在莆田的时候工作 因为我朋友在我工作的场所闹事 当时老板就把我开除了 在那一天我觉得呢 全世界都不要我了 小敏不要我了 那我连这二十 二十年来 找我妈妈也没找到 现在工作也没了 当时我就自己特别地气恼 也非常懊悔 我又想着 又很想放弃 心里就是觉得 很想放弃这个包袱 但是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 又很舍不得 我心里就好像有两个人 在一起打架一样 这个时候要放弃 这个时候不放弃 再互殴 直到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 刘德华演的《思姑》 那个电影 上面有一个方丈对他说 他说 你寻他是缘起 你不寻他是缘面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我在找我妈妈的路上 我总有一天能碰到她 如果我连这个都放弃了 说不定连见到她 最后的希望都没了 而且这个事在我心里面 就是二十一年 一直坚持着我寻找妈妈 这也是我人生中的 唯一一个目标 如果我把这个目标丢了的话 我自己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怎么生活 但是后来我还是坚持住了 因为我知道 只要我努力了 坚持下去 总会找到我妈妈 而且这一次的话 来到咱们电视台 我也想说 这一次也是我 一个新的起点 也是我最终的一个终点 起点是什么 如果今天没找我妈 我想先把这个事放一下 过我自己的生活 终点就是 我找到我妈妈了 在这一生我赢了 我作为一个赢家 我终于可以跟妈妈 过上我自己正常的日子 小曾一直跑在寻找妈妈的路上 她在无数次的失败 绝望中不停地成长 但是小曾也一直保留着孩子的心态 比如说她喜欢吃薯片 比如说她喜欢看动画片 她把自己的心态留在了八岁 她不愿长大 八岁的时候 是我最美好的时候 我八岁之前说完了 我也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孩子 那时候家庭虽然说不太富裕 但是那种感觉 那种温馨 是这么多年来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替代的 所以说我 不想长大 我三十 没人看得说我是三十岁 我的言行机制 给他们都是一个 十几岁的小朋友 有时候跟他们出去逛街 因为现在的话 有那种 头一块硬币 就能坐着玩 摇啊摇啊的那种 有时候我就跟他们坐在一起 拉个袖口上 嗯嗯嗯 我要玩 给我玩会呗 然后有的时候他们还真会去投照 投完了我就坐上去 我一坐上去 当时他们那个店里面的店员就出来 这么大人了 你坐下来一会儿给我坐坏了 看看 两个人就跑了 挺好玩的 就是见到我妈妈 我还给她做了一个动作 就像开门之后 如果是我妈 我就想她 耶 妈我终于见到你了 妈我终于见到你了 妈妈是比天下的仙女还漂亮 在这21年中 我逃跑了上百次 甚至上千次 只为了回到她的身边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想对我妈说 妈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吗 有没有想你 想你儿子 这些年有没有在找我 妈妈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吗 妈妈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吗 有没有想你 想你儿子 有没有想你儿子 有没有想你儿子 有想你儿子 这些年有没有在找我 嗯 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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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